大家觉得黄金最大的麻烦点是什么 黄金人做价差 没有利息 那可是我想避险 又想要在中间赚点利息呢 那就公债回来了 好那可是大家想说 你又想骗我买公债 我上次买公债 这样血肉跌了多少 又想骗我 跟大家讲 概念上是这样 因为因为 什么降息后 股市确实涨上去了 那你买公债 你本来就不是希望 透过公债能赚多少价差 你是用来做资产分配 如果股市表现不好的时候 你的公债帮助你能够避险 那在这个时候 你还有利息可以拿 所以你要先想好 那你比较担心 如果接下来你来认为 市场会比较动荡 可是你想要避险 可是你买黄金 如果没有赚到价差 这个时候没有赚到利息 比较可惜嘛 所以你有希望利息收益 那有两个是可以来参考 第一个是 如果你认为会是系统性风险 就是我做个假设 美国大选选完了之后 假设川普没选上 假设川普有可能闹 那有没有可能市场动荡一下 那有可能 第二个是什么 中大型衰退 就要假如11月1号 美国公布失业率 就忽然可以跳到4.5% 是不是衰退来了 那这个时候美国公载 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那如果市场是走一个合理修正 毕竟有时候涨都会拉回嘛 那这个时候呢 或者是一个小型衰退 那高评级公司载 就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投资标的 但是在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 因为最近我发现一个关键 就是美国的高评级投资级载 尤其是越高评级的 他最近买气有点太强 强到他们的溢价太多了 那也不能说溢价 应该说你能够拿到的补偿太少 那这是什么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后面的K线 这个是美国AA 就最高评级的公司债的OAS利差 那OAS利差是什么呢 很简单 他透过了选择权 透过了各天期的债券的价格 就换算 就是你买AA级 跟你买美国公载 你可以多拿到多少的利息 买这个AA级的公司债 比美国公载 可以多拿到多少利息 对好 那这个呢 现到昨天为止 是多拿0.3% 那这0.3%是多低呢 是1997年9月 就是近27年来最低 就是太多的资金去买了公司债 尤其是高平均的公司债 所以你这时候 你能拿到利息补贴是最低的 那你往前看 其实例如说在2020年3月份 那时候因为大家看嘛 这个灰色就是疫情爆发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拿到的补贴 就有1.26% 那在据海啸的时候 然后补贴会有4% 那在2020年那时候其实没有衰退 和那时候的补贴的高点有1.多% 那你把它通常直接划过来 正常情况下 你平均的补贴 大概也有0.7到0.8 那在股市过去大好的情况下 例如说2006年的低点是0.56% 例如说2020年的低点是0.56% 可是现在 其实因为还没有衰退 可是大家已经预期的 把太多资金涌进去 现在的补贴只有0.3% 表示说太多的资金涌入买了高平均债 你现在能够拿到的风险义筹 就是多拿到补贴太少了 那怎么办 等吗 怎么办 很简单 一就是你去选择比较 例如说两个A的或一个A的 就没有那么多溢价 这是第一个其中方式 第二个呢 就直接买公寨 为什么 因为你会冒一样的这个风险 但是你能够 你会冒比较高的风险 可是你拿到的风险义筹 是相对比较低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去买公寨 其实你就比较不吃亏 那还有另一个选择 就是因为最近不是有新闻 就是美国六大银行 他们发大量发债 因为他们发现市场 对于高品级的公寨债需求非常高 所以他们跑进来买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等一下 等什么 他发完了 有时候因为供给量很多嘛 发完了看会不会谈一下 对 那在这边我们也发现一个问题 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有另一个可能性 就是为什么他一直往下 因为市场预期 接下来景气会持续大好 因为如果接下来景气会持续大好 可是你买美债 你的利息可能不够高 那我这时候如果买公寨债 如果高评级的公寨债 我至少可以多一点利息 可是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两个B的等级 就是非投资级债 其实近期稍微有点抛售卖牙 但正常情况下 如果景气大好 连两个B的 就是非投资等级债 理论上他也要有这么好的表现 所以有点是债券市场 公司在市场 本身在做调节 有些资金去稍微的避险 到了3个A的公司债 那这边是有点太贵的现象 跟大家分享 了解 好 谢谢七战 请先回座了 所以美国总统大选 以这个11月5号投票 作为分水领 现在倒数计时 还有16天的时间 黄金 美元 美国公寨 以及高评级的公司债 在操作的策略逻辑 给你做参考 但是我们要延伸 降息了 上一次还一次降两码 等一下给你看 这个价格 债劲的价格 以美国十年级的公寨价格 持续地往下跌 虽然在今夜有反弹了 很多人要问说 这降息买美债 不是送分题吗 现在怎么变变了夺命题了 专家要说 就算是送分题 也并非躺着赚 休息一下怎么赚 专家告诉你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 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 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 全球最新讯息